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小兰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美股昨天假期休市 在欧洲主要的股市 以及今天早上日股向好之下 港股昨日急升将近600点之后 今早是继续的造好 高开了95点 暴在了19013点 之后由于内地的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高于预期 互指造好 占上了2800点 横指升幅持续的扩大 曾经一度升至了19260点 突破了10天以及20天线 午后升市放缓最终是收报在了19122点 上涨了204点 升幅是达到了1.1% 主板成交约为715亿元 那么国企指数同样也是高开了76点 那么报在了7940点之后不断的攀升 最高是见过了8134点 全日收涨164点 上涨升 涨幅为2.1% 报在了8028点 冲上了8000点的整点关口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截至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1毛 中国移动升4毛 建设银行升9分 共商银行升7分 中国银行升6分 港交所升1块5 中国人寿升1毛2 友邦保险升3毛5 腾讯控股升1块1 金沙中国跌2毛5 长河升1块4 新鸿基地产升1块5 九龙仓升8毛5 中国海外升1块1毛5 华恩质地升9毛4 中海油升1毛5 中石油升3毛 中石化升1毛5 昆仑能源跌1毛4 中国升华升3毛2 那么关注完刚过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内地股市 中澳早盘在全球市场 回暖的背景之下 量是高开高走 那么户指很快涨幅扩大至了2% 并且重新占上了2800点 提菜股与权重股全线的飙升 午后开盘 量市总体维持高位震荡 户指盘中涨幅扩大至了3.5% 欲冲击2850点的关口 高见过2840.6点 而创业板大涨就超过了4% 网络安全 互联网 移动支付等概念 现涨停潮 那么量市今日成交明显的放量 户市成交1989亿元 盛市成交3013亿元 量市共成交了503亿元 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长将近了1700亿元 增幅是超过了50% 接下来关注一下 截止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最好表现 深圳中指暴在2836.57点 上涨了90.37点 涨幅为3.3% 深圳城指暴在1045.37点 上涨了37.52点 涨幅为3.9% 沪深300指数 暴在了3037.04点 涨幅为3.1% 上涨了90.33点 那么创业版纸就暴在了2201.93点 上涨了85.09点 涨幅为4% 再来看一下 H股对A股的五大折浪 洛阳玻璃折浪88% 中石化油幅折浪79% 昆明机床折浪77% 浙江市保折浪77% 东北电器折浪75%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江苏零户高速溢价2.6% 富耀玻璃溢价辅1.7% 中国平安溢价辅6.5% 中国泰保溢价辅6.9%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负得9.3% 好了关注完股市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内地去年的商业银行盈利 将近1.6万亿元人民币 暗年是增长了2.4% 较前年增幅9.7% 显著的放缓 资产指数持续的转差 至去年底指不良的贷款率 升至了1.67% 暗年就上涨了0.07% 中营间的数据就显示出 单季去年第四季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以及余额双升 不良贷款率升至了1.67% 暗季就上涨了0.08% 相关余额上涨了7.4% 至超过了1.27万亿元 不过资本充足率则上升 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暗季就上涨了0.25个百分点 至10.91% 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1% 暗季就增加了0.32个百分点 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2.3万亿元 暗季是增加了455亿元 拨备覆盖率为181.18% 下跌了9.6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一度是急升超过4% 只半成受到全球主要产油国官员 将召开会议的消息带动 令到市场憧憬或可达成减产的协议 以解决原油严重过剩的问题 纽约汽油重上了30美元一桶 高建过每桶30.94美元 升幅达到5.1% 最新是暴在每桶30.72美元 上涨了1.28美元 升幅是达到了4.35% 伦敦布兰特汽油高建过每桶34.83美元 升幅是达到了4.3% 较早时就暴在了34.76美元 上涨了4.1% 好了这一节的护港股市总结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